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我們的議員大人們 不管是直轄市 還是所謂的縣市的議員 他們每一年都有一個預算 叫做出國考察費 這個22個縣市的所有的議員 一年他們可以花1.1億元 來出去考察 出國考察 可是現在已經淪為出國旅遊了 我們的錢 我們的大稅錢是這樣子用來的嗎 我先跟大家講 他從頭到尾都是出國旅遊 這樣講會不會被罵 不會 這事實 我們大白話就要講出事實 大白話講白話對不對 好 那我先跟大家講 委翰是跑市政新聞出身的 20年前我就要排台北市議會了 其實這是地方跟直轄市 跟一般的縣市的市議員 他們每年都有了 我們先看這邊好了 我跟大家講 現在目前的 我們講2020年的現在狀況 全台灣6個直轄市的 每一個市議員 一年可以有15萬元出國 出國費用 你有去要報支才有 如果你沒出國 就像現在新冠肺炎就沒有 今年可能就沒辦法報 一般縣市是10萬元 一個人一年 你看以去年來講的話 一年我們的議員出國考察費用 就要花掉1億多 其實很多 你說議員基本上他要去質詢 我們的部會首長 這個環保局 教育局 所以他到國外去考察 譬如說東京的路鋪得很好 回來以後我們這邊養工處 這個新工處的人來 你們怎麼鋪馬路的 我覺得是OK的 可是實際上這些議員 他們真的出到國外去的時候 因為他不是只有自己去 還帶小孩老婆 他的家人也會去 這家人跟小孩是自費 他跟得去的時候 他的行程當然就是休閒居多 又或者是完全休閒了 但是我們現在的規定又是 你只要在去之前 寫一個非常簡單的計畫 回來他會寫一個報告 你就可以報支了 基本上你只要填三張表 出國考察計畫表 譬如說我要去日本考察 我的行程表是什麼 可能第一天在河高山 第二天去迪斯尼樂園 或者跑去哪裡新宿 都可以你知道 寫出你的行程就好了 然後最後一個回來 要寫考察的觀摩的心得 就是類似讀書報告 或是考察報告這樣的意思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一個規定 我剛剛跟大家講 全台灣22縣市議員都知道 有一些議員我必須要講 我們在這邊不能亂講 有些議員是真的跑去考察 而且真的回來 有很好的考察報告 大家可以上網去看 真的假的 你舉例誰 舉不出來 有很不錯的 我現在手上沒有 我們不能秀給你嗎 我們下禮拜帶給你看 但是我也必須講 大部分大部分都是只有旅遊 所以就會出現這一種 你看像這個 這是今天被所有網民 連我老婆都跟我講這個新聞 一大早給我說你來看這個 這個有兩個議員 屏東的議員 一個叫做曾義雄 一個叫陳明達 一個是八月 一個是九月 然後去的地點 一個是巴黎島 一個是布丹 我們這邊也直接幫大家算 我們大白話 巴黎島跟布丹其實差6000公里 你去6000公里不同的國家 你回來以後各自寫自己的報告 沒想要寫出來 巴黎島跟布丹的考察報告 其實這樣講也不公平 不是全部照抄 而是最後一段 什麼我們高雄市 致力於什麼發展 最後這一段 你看這一塊跟這一塊 去了巴黎島跟去了布丹 回來的最後的大概100個字 182個字 一模一樣 那大家今天有跑去問曾義雄 他講說我如果抄襲 我好忙 就請辭 確實是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八月 這個是九月 所以應該是後面這個 超前面那個 那你也知道 他們就是虛應故事 我今天去布丹 去巴黎島 其實說實在的都是去旅遊 回來以後 我就把這個稿子寫一寫 那其他人講說 先輩 你上課會去 也借我看看 借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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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也知道說 現在事後大家來看這個事情 會覺得不能接受 可是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講了 這個事情要從根本去修 因為不是只有一件 你看到這個是曾義雄跟陳明達 這個曾義雄是國民黨的 陳明達是民進黨的 所以你看他的內容 然後最後一段一樣 中間跟旅行社一樣 中間包含不單是一個什麼國家 你就看旅行社上面 網路上的介紹 行程介紹一模一樣 所以你知道通篇都是前 中 後 Ctrl C 然後這樣子把它貼上去 就變成他們的報告了 而且你覺得都是這些議員大人 自己去剪貼 複製 貼上嗎 不是 一定是叫助理去做的 助理可能也去拿以前一些 曾經有過的範例 拿來剪剪貼貼 就會出現這樣荒腔走板的事情 來看一下 也有議員自己寫的 也有議員自己寫的 這個就是議員自己寫的 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這個 這個是比較接近現在 這是2018年2月 苗栗縣前議員 謝文揚 這個人其實已經被拔 已經被這個拿掉了 他是前議員 他現在不是議員了 他已經被拿掉議員的身分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後來 這個被查出來有匯選 所以他已經被拿掉了 不過當時他還是議員的身分的時候 他跑去日本旅遊考察 你看他怎麼寫的 2月6號去哪裡 東京 橫濱港 未來21 紅磚倉庫 Landmark 購物廣場 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曾經參加旅行團的話 有沒有很像旅行社的Katoloku 有沒有 就是這樣 然後2月7號 大拉A夢館 鬼太郎茶屋 生大寺 天上山 然後石河溫泉設施 然後再來富士滑雪場 東京鐵塔 海賊王主題 因為海賊王在東京鐵塔樓上 然後迪士尼樂園 盡享受大人跟小孩的夢幻天堂 這就是旅行社的行程 直接把它貼上去 你有小孩嗎 你想去東京迪士尼嗎 來 參訪東京迪士尼 盡情享受大人與小孩的夢幻天堂 把它變成考察經過 因為行前要有計畫表 然後2月10號回程 結束5天的行程 當然他還有他的心得 就是說東京很好 住宅 辦公 購物 飯店 隱城 結合很好 這是我們學習的對象 就這樣簡單的幾個字 然後就可以去支 支撒是15萬 一般的縣市10萬 其實這個台灣各地的議員 則有這樣的狀況 這個是去貼旅行社裡面的介紹 大家講說貼的 剛剛前子講 也有自己寫的 怎麼寫在這裡 這個其實不是這次寫 你應該有印象 夭鼠讚 有沒有 段維宇 段維宇是台中的議員 他是台中的議員 你看他就是去日本的四國 時間就是8月1號到8月4號 回來第二天馬上就報告8月5號 考察目的就是考察 結論就是要求讚 要求讚 我寫好了交上去 你這個議會的總部署 就要把錢撥給我 因為我已經完成了 這個考察計畫的更新得表了 所以這個就是 不是第一次被談及這個話題 我過去跑市政新聞的時候 就一向都有在談論這個 其實我覺得大家做到標準就好 就是如果大家覺得說這個錢 不應該把它當成是 好像是額外的薪水 譬如說是另外的一筆 所謂的旅遊費 那你就不要編 但如果你既然要編 你就要嚴格執行 真的考察才可以 你不要說既是名為考察 但又行旅遊知識 然後這樣子弄到 議員自己臉上也無光 好像變成議員都很愛用這種錢 其實我覺得看出來 其實大家就是只是去玩 帶來老婆小孩或是家人 朋友之間旅遊 那我覺得就要問 這個事情的本質是 你這1.1億的預算 到底每一年1.1億的預算 編起來有沒有意義 如果只是讓他們出去玩 一個等於是 Extra的一個薪水 那有沒有必要 如果沒有必要就把它刪掉 不要再編這件事情了 那他們也不用痛苦 在事後寫這些所謂的要求贊 或者是去把人家旅行社的行程 貼上去 其實也很無聊 也花時間 其實我講到這邊 因為剛剛我們把整個的狀況 都分析給大家聽 苗栗這裡也有一位 就是考察王被蘋果統計出來 就是一年半就出國7次 其實說實在的 站在我市政記者的角度來看 他也只不過是盡可能的把 他能核銷10萬元都核銷而已 不要浪費 對 就是說他盡量去 可是我現在要倒回來講 我們今天在看這個 其實說實在的 因為我以前跑市政 有到其他國家去看看市政 像我之前跟馬一九當市長的時候去看 包含了韓國還有日本的 他們的那些市政建設 還有荷蘭 阿姆斯特蘭 其實我們真的是跟市政府的官員 約好了會去談 比如說紅燈區 我也是第一個 紅燈區也要考察 要考察 而且我們真的是去考察 跟他們市政府裡面 他的規定 所以我可以講兩個小時 荷蘭的紅燈區怎麼回事 它裡面的管理是怎麼樣 有沒有毒品跟什麼的問題 為什麼 不是自己想 我們跟市府的這些 真的深入去考察 你到現場去看 而且我也發現 真的有人在賣那個 OK 就是我們台灣不能賣的毒品 這些治安的問題等等 我們也跟市府的消防局 跟相關的官員去做這樣 會幫助一個市政記者 對市政的了解 當然也可以幫助議員 所以其實我的意思是說 要嘛就嚴格要求 你們可以去做市政考察 如果你連經費都刪了 我們的議員 把他的眼界打開的這個機會 也就沒有了 對 所以我是覺得嚴格看待這個 不過我覺得要公平 大家看一下 這個我們剛才舉出來的例子 這些縣市 這些縣的議員 縣議員為主 你可以看到 我們也許可以笑他 或者是批評他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的六都 北中南六都的議員 出國考察費用 及統計報告的在這裡 他們其實都可以 不用寫這個報告 甚至你寫的報告 他不對外提供建樹 意思就是說 他每一年15萬元 出去考察旅遊 可是他連報告都不寫 這些人至少還虛應故事一下 來 內政部是怎麼講的 他說如果議員有出國的話 有出差的話 建議應該要交報告 我建議你交報告 結果你很忙 你要省預算對不對 你又要開臨時會對不對 所以我建議你交 你沒時間交 那也只是建議 重點就在這裡 所以現在變成是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要把每個議員 他有拿了公費 出國考察的內容 要非常詳細的 把它公佈出來 這樣的話就不會浪費 納順人的錢 我還是覺得就是不應該完全 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把這個全部取消 可是要嚴格要求 你使用這個預算的時候 是對我們的市政的監督 是有幫助的 對市政的監督有幫助 應該全部都一視同仁 不過這個週末 還有一件大事件 就是高雄市長的補選 這個禮拜六要登場了 那當然藍 綠 白 現在都在做最後最後的倒數衝刺 大家也都在做一些 他們認為可以幫他們加分的 一些競選的策略 包括你可以看到 高雄市長的補選候選人 民進黨的陳其邁 他昨天釋出了一個 一分多鐘的競選影片 這影片我必須講 他拍得其實不錯 妳有沒有看 我有看 他拍得很好 那可能會打動一些人 尤其是可能年輕人 北漂的年輕人會來投票 他的故事是一開始 是從哪裡開始 2018年他落選的當天晚上開始 也許我們可以聽聽看 跟我們 請導播給我們一點畫面 拜選事實展現風度 打電話恭賀韓國瑜 我也希望我們未來的韓市長 能夠他鄉變故鄉 我們高雄是一個 充滿愛跟保隆的城市 其實如果大家記得 在這個2018年的六都的市長 選舉那天晚上 陳其邁的敗選感言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講得很好 很感人 對 所以他特別把這一段剪出來 不過也有人說 這個競選的短片 根本就是在消費韓國瑜而已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剛剛主持人也講到 那個晚上我記得很清楚 因為韓國瑜還沒有登台之前 是陳其邁先登台 而且他是已經恭喜韓國瑜當選 也公開稱韓國瑜是高雄市的韓市長 大家記不記得 所以後來大家就說 他們暖男 很有風度 他今天回到這個晚上的目的是什麼 我先跟大家直接講 因為已經剩下幾天要選舉了 我們不能對選情的怎麼樣去 是做太多的分析 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說的就是 因為2018年陳其邁拿的票數 是74萬票 以這次來講 投票率如果在這個禮拜六 沒有辦法鋪獲五成的話 陳其邁可能連他自己原本 拿到的74萬票都會是高標 所以他現在需要有一點 讓大家在2018年 沒有投票給陳其邁的人 他要跟他喊話了 那一天2018年的11月24號 我陳其邁敗選了 我接受這個結果 但當時有沒有很多 民進黨制裁沒有投票給陳其邁 有 他們可能投給韓國瑜 韓國瑜那一次89萬票 可是之後歷經了兩次的投票 一個是總統選舉 一個是罷免韓國瑜 都跟陳其邁沒有直接相關 所以現在跟我有關的投票 他希望把他的那種 你們是不是要把當年沒有給我的票 再還給我 所以這一個廣告的論述在這邊 第二個就是剛剛籤子講的 年輕人因為已經歷經了 6月6號的罷免投票了 他的動能已經一次消耗掉了 所以現在可能沒有那麼大的熱情 我今天中午遇到陳志忠 他是高中市議員 他還跟我講說要受 好多民進黨支持者 都講說要去哪裡玩 因為現在都是風去澎湖 好像8月15又澎湖有花火節 都要去澎湖玩 都不要留在高雄投票 他們可能覺得說反正沒差 所以陳其邁他現在的危機是什麼 他是怕他的票不多 所以他現在走的是說 每天鞠躬都超過90度這樣 跟大家鞠躬 然後鞠躬後 他每天4點多就去市場敗票 所以他打的是這個基調 這是陳其邁的一個戰略 陳其邁每天都要市場去鞠躬 他說8月15號請給我機會 他釋出的這一張短片 打的是溫情牌 可能擔心票數太少 達不到他原來自己的74萬票 所以連蔡英文總統 都幫他轉貼了這一個影片 然後也幫陳其邁助選說 陳其邁依然是勁勁勁 不浪費一丁點做事的時間 現在他要有的行政院的歷練 推動起事情來不只有效率 更加精準到位 而且上個週末 維漢知道 他又拉著吳亦農 又去掃街了 所以看起來 這個陳其邁真的是 很認真的在打這場選戰 對 因為大家知道陳其邁的口罩談 是緊緊緊 但他最近他們總部裡面有講說 拜託 不要緊緊緊 不是冷冷冷 他們很怕選舉會冷 就是說如果選舉 大家不想出來投票的話 這陳其邁最怕的 因為蔡英文總統 他的臉書跟他的社群的影響力 從2019年一整年 我們也跟大家講了 1月2號的習近平的談話 6月的反送之後 整整2019一整年 打破了2018年敗選的狀況 他現在是最大 最能夠影響年輕人就是蔡總統 所以蔡總統也親自幫陳其邁 去分享這個臉書 就是鎖定年輕人 廣告第一個鎖定在地的高雄人 就沒有投給金賣的一票的 這個阿姊阿姨拜託這次到晚了 另外用網路上面 陸戰是針對這些地方人士 地方的這些長輩 空戰就是針對在外地的年輕人 希望他們能夠回來投票 這是陳其邁現在目前的所謂陸空 互相夾擊 希望把票衝高他的方法 不不得講 不得不講 陳其邁其實真的很認真 如果說2018年那一場的 高雄市長選舉 因為我有去高雄跑那場選舉 一開始陳其邁的確是 完完全全掉以輕心 甚至很多地方的人都說 陳其邁很冷 距離感很重 然後高高在上 讓他們覺得看起來很不爽 他2018年的時候有90度鞠躬嗎 沒有 到後來看起來情勢不妙 他才那樣做 我必須這樣講 不過這一次 我看他打選戰真的很認真 比上一次認真度 我覺得不只一倍 他非常認真 非常謙虛 就是因為上一次他大一失荊州 以他的角度來說是大一失荊州 那我們再來看看藍的這邊 包括李梅珍他到底做了什麼 李梅珍在上個週末 或者是昨天我們可以看到 前市長韓國瑜的小內閣的團隊 全部都出現了 來幫李梅珍來助選 來幫他加油 你可以看到 有人就解讀說 這是爭取韓粉來支持嗎 那李梅珍在造勢場合 大聲疾呼說 來贏的基本盤都在 而且說如果這一仗選不好的話 2022會更艱辛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民進黨 現在來講國民黨 國民黨其實 韓國瑜在2018年的時候 拿89萬票 那個時候佔比得票率 是過50%到54的 可是今年1月11號的選舉 因為6月6號 韓國瑜說支持者不要摔頭 所以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張那個基礎 我們講半年前 半年前1月11 蔡總統跟韓國瑜 在高雄的配比 韓國瑜61萬票的時候 他是佔比是34 所以現在目前的 國民黨的高雄 藍營的盤就兩種人 一個就是國民黨 死忠的支持者 另外一種就是韓國瑜的支持者 現在裡面都兩邊都要 這兩種支持者沒有重疊嗎 有重疊 可是問題是 他不是完全同一塊 因為有一些國民黨 支持者他未必是韓粉 但是有一些韓粉 他未必是國民黨的黨員跟支持 他不一定投國民黨的 所以這時候李梅真 他要把這兩大塊 像兩個圓圈圈 他中間有連擊 要把他拉回來 所以韓團隊 你看像陳雄文副市長就來 然後大家也一直在講說 你會不會找韓國瑜來站台 其實大家也在算 就是韓國瑜到底最後會不會站台 李梅真我剛剛講 陳清邁的問題是怕冷 李梅真就是怕沒有辦法達到 韓國瑜的34%的基本盤 就是國民黨在高雄市 因為這次總統大選算很慘 那還有34% 如果最後開票出來的得票比例 大家可以做這個參考 就知道說怎麼看這個選舉 到底選的是好還是不好 還是非常不好 就是國民黨也沒辦法拿到34%的得票的比例 那個是李梅真要守住的底線 是 藍綠白我們白也要講一下 包括了民主黨的候選人吳正義 吳憶正 吳憶正他發起了寧靜革命 他團隊打出通關密碼叫做544955 544955他認為說這個是藍綠之外 高雄有可能比較中間的 或者是沒有出來投票的這一群人 應該要投給他 所以他要讓中間的力量集中極大化 那包括了中間力量的票數 有沒有可能開出這麼高這麼高的票數 大家也打一個問號 那批籃打綠吳憶正要用的是 搶中間票這件事情 他說掌握話語權 要讓自己不被別人的話 當然又有人問他說 你可以拿多少票 54萬這件事情 看起來是超超超高標 吳憶正是講說 那要看高雄人要不要決心 什麼時候可以決心 因為他說這次國民黨推出一個 沒有準備好的讀稿機 那當然是他講的 當然是李梅真 民進黨推出一個背稿機 會背 很會背的背稿機 民眾黨這次會推人選 我完全不意外 我算是很早就說一定會推 那時候他還懷疑 為什麼 因為台灣民眾黨 他沒有參加過任何的市長 跟這個議員的選舉 他有參加過立委 可是議員沒有參加過 所以2022年只剩下兩年就到了 我剛剛在講 所以陳昭明跟阿中 苗栗跟屏東可能就困難了 民眾黨他要功成略地 2024年已經拿到的門票了 他要選總統 所以他一定要在 特別是六都一定會提 那好不容易有一個高雄練兵機會 民眾黨他一定會想盡辦法的 鯨吞蚕食 要想辦法把藍綠這兩塊 因為畢竟 剛剛我們講的立委收賄的事情 讓很多台灣的民眾 對政治是會有點失望的 所以他可能就不想投票了 既然你也不想投民進黨 不想投國民黨 就投給國民黨 國民黨以外 所以民眾黨的重點是在於 第一次練兵 第一次在高雄試驗 看看到底可以拿下多少票 我們剛剛講李梅珍昨天接受了 這個韓國瑜的 過去的小內閣團隊的加持 我們要講加持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 這個我們小內閣 就是前高雄市的市府的小內閣 通通出來了 這應該是潛秋 他們通通都在這裡 來幫李梅珍加油打氣 很多人都說韓團隊回來了嗎 包括你可以知道 前副市長陳雄文 11號青帥這些團隊的局處首長 來幫他助選 那葉光石跟李四川 因為他們剛好都在開刀 所以沒有辦法 來參與這一場盛會 很多人都說 到底韓國瑜會不會在最後關頭 最後最後哪一天出來 那有人就預測了 韓國瑜何時會現身 有可能 8月15號那天 當天當然是投票日 所以很多人推測說 水前之夜的8月14號 禮拜五有沒有可能 韓國瑜會出現呢 不知道